一般仲介其实租屋是比较少做的 为什么 是不是利润太低 当然利润比较低 所以租就比较少做 所以如果说真的政府要扶植你们 好好去做租屋政策 你们会不会想做 当然如果政府有这个方向的话 当然是不错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 我觉得香港不错的地方是说 香港他们的公屋政策非常的好 它是一开始的话 你可以先用租的 假设你今天租了十年以后 你想买了 香港是利用回补地价的方式 看当时的市场的价格 到底在哪个地方 你回补了这个地价以后 你等于是跟政府买了公屋这样子 可是张教授 因为听起来租屋是没有利润 你要扶植这些企业界去做这个 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不完全啦 第一个当我刚刚讲 大家很多人为什么不租房子 说大家有两栋 两栋十栋上很多 为什么不租 而且空屋很多 空屋这到底浪费资源 那房子会折旧的 为什么 因为他找不到好的房客 因为这个房东 租不到好的房客 他就不用租给人家 因为这个房东 房客也许到时候 恶房客怕麻烦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房屋房客 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媒介 吹妈做了一点点 可是不够的 我们要有 你看我们在国外租房子 为什么人家 欧洲 美国 这些租市场 在40% 50%以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好的租屋公司 有专业租屋公司 有规模经济 所以它marketing非常好 就够好 那就是怎么样来让这企业 有它的规模经济 那租房子如果变得很好的话 大家就不会为了要租到很烂的房子 所以逼着去买房子 这也就是我们不重这一块 刚刚讲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租屋市场政策 其实我们早期也做了很多研究 第一个把整个租屋市场的市场 把它理清清楚 资讯把它通平化 那哪些是空屋 哪些要把它租出来 市场租金如何 那把这个弄清楚之后 怎么样扶持 那个专业的租屋公司出来 那个第二部门可以出来 甚至不行 政府要补贴 这个第三部门的 这个非盈利组织的 这个租屋公司 然后都出来 那市场上 能够慢慢把这个租屋跟买 这个租屋跟这个房东房客栏 没结在一起 那我想再加上好的管理 物业管理 那我想市场上 大概就可以把这一块 至少做得很好之后 我想大家就可以 安心乐业的去租这房子 我想这是关键吧 其实刚刚张教授有讲到 说我们的空屋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只统计北部 基隆 北市 北县 新竹跟桃园 这样子空屋就有三万多户 所以也等于是说 这个空屋有三万多户 是值得拿出来租屋的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样 不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 那个操探有拿着探 怎么只三大户 我告诉你 整个台湾都一百多万多空屋 拜托 那个刚刚讲台中就26% 对不对 怎么可能三万多户 那每一个人刚刚讲 那个两户以上有多少 对不对 我是觉得 拥有两户以上的就非常多人 你看到晚上不点灯 我是觉得市政府也好 或中央也好 去晚上请财政局去查一查 拍照照 看晚上哪边 对不对 去查检查一下空屋吧 所以你预估台湾总共的空屋有多少 上百万户啊 这长期调查都是一直在百万户以上 一百二三十万户耶 OK 一百万户以上的空屋 我觉得这个资源好浪费 听在NGO的耳朵中 就怎么不好好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百万户的空屋 如果真的变成一个市场 它真的是有marketing 而且有价值 对不对 所以我不晓得运如你觉得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些空屋分布在哪里 因为有一些区位 就像刚刚这位来宾提到 如果说他是在林口地区那样的话 那对他来讲 因为那边没有一些就业的便利性 那对他来说可能会就会没有吸引力 那其实以北部很多地区的空屋 我想这些持有者 真的是把它当作一种商品看待 所以今天要让他们释出 可能政府真的要提出一些 更有利的一个诱因 他们才会把这些释出 要不然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商品的话 就是不断在期待它的增值 好 那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说 政府来做这个平价的出租的住宅 台北市已经要做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市的平价住宅的那个措施 他们是说你在北市国宅剩余的地方 建小坪数大概200户 那每户大概12坪到16坪 两房一厅 然后有基本的储具 然后租金为市价的一半 真的很好 租期是两年 那是要租给20岁到40岁 涉及在台北新婚的 然后育有20岁以下的子女 然后本人或配偶户籍内 有直系亲属 然后都没有住宅的这些人 就可以去租这个房子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出来 我就不晓得说我们在座的 你们会想要吗 来你们要不要谈一下 来 有谁愿意先谈 对就是 就是像我们两个人就是没有资格 因为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了 你们是单身 对不对 对 然后在外面租房子的 当然不尽然全部 但像我自己本身是外地到台北来工作的 那我周围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例子 那光是涉及台北市那个 我们就台北市或台北市 我们就完全不合格 对 来 你呢 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 对啊 就像刚才这个小姐说 我想会在台北这边租房子的 都是因为他的父母啊 就是根本就是 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那如果是家长有在台北市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住家里了啊 那他如果这个方案是说 要求要在台北有设计的话 那我们根本都没有资格 而且像我们都单身 那单身的人是怎么办 就是单身人该 就是要租房子 开始好 我们看到政府的那个 包括青年安家的一个方案 都是给有配偶 而且要成家的人 所以单身的人根本不可能 然后户籍不在台北的也享受不到 但是张教授我还是请教 因为刚刚在讲说 那个韵汝有提到说 现在的空污 可能有很多人持有者 并不想要租 因为他只想投资 那也有一些分布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如果政府来做 这种平价的出租 在各个地方开始推 你觉得可行吗 第一个刚刚讲 为什么这些人不必拿出来 就是因为持有成本太低了啦 税的问题嘛 这是不公平的嘛 对不对 房子是居住使用 怎么会投资炒作 那这政府没有尽到责任 我觉得政府大概要去 要去压力给他做 做这个事情啦 让大家把房子来有效利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刚讲 政府去做 你看搞了半天200户 那有多少人嘛 对不对 然后又限东限制西 这需要又弄不到 这个当然也是他的盲点 我说社会上还有很多资源 怎么样有效利用 那政府去盖啊 通常我也很担心什么 政府盖又没有效率 那到盖不好 又通工减料 大家又觉得不太好 那当然这也是必须要去面对 不过我还是强调 政府的确在这一块 是要有一些出租市场 的确是要的 只是怎么样子 把他资源更扩大 把品做大 那大家都把这个都拿出来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那个经营管理 那个背后的税啊 要好好让 让这些人能够拿出来 这才是关键吧 其实我们有看到中国 像广州的地方 他们的政府是乐于当包租工 就是当那个管理者 所以他们很好玩 他们有谢绝恶客 还定了20个 29条生活公约 比如说随地图坛啊 然后这个吃口香糖啊 随便停车啊 就会被扣点 然后急到20点 他就退租了 而且是政府当包租工 那所以政府好像也可以开始做这种 所谓的社会住宅 平价的住宅 然后当包租工 所以我不晓得丙音 你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说 我们政府开始来做这种社会住宅 然后出租 对大方向应该是这样 因为就如同刚刚张老师所提 就是说如果政府来介入这个 住的一个市场的话 基本上他是要协助民众 解决住的基本的问题 比较不是就是协助民众 自产或是投资理财 所以以往国宅最大的一个政策 就是出售 因为出售的话 到最后卖出去了 可能赚的差价 然后政府本身也没有 手头也没有住的一个房屋的屋源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那么强调 就是说政府不要再重蹈覆车 而要换另外一种新的做法 就是说政府手头上是要掌握 一定的公屋的资源 以后才会有调控的一些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荷兰香港 这样的一个例子 事实上政府手头 都有一些公屋的一个资源 是在做那个一些 协助必要的青年人 或弱势者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政府如果说手头有一些土地 有一些公屋的资源 可能可以真正的把这个房价的稳定 可是现在好像不是走这样 我们大部分都是走补助的路线 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